所主办的本次金户宁航四地专家聚焦南京湖居价值研讨会 很荣幸能够和来自于北京、上海、唐州 以及南京本地的房地产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 南京的湖景豪宅的发展现状 首先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要与会专家 他的分别是 前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现任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 建设部住宅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先生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 并担任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房地产部主任 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主要从事房地产投融资 以及政策市场研究工作的华伟先生 南京大学活动产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接任世界华人活动产学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房地产经济学会副会长 江苏省经济学会副秘书长高多博士 曾任杭州日报房地产部主任 现任焦点杭州房地产网总编辑 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刚英介绍 然后再次以热烈掌声 对以上几率专家的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专门我们有请的是本次活动的主办单位 毕元集团董事长严路根先生 为各位致欢迎此有请 正经的副会长 华教授 高教授 张总编 正经的各位媒体的朋友们 各位来宾 大家早上好 首先感谢大家在北漫之中 出席我们公司主办的 由养职网报等多家媒体协办的 南京独居价值的研讨会 南京市六朝补处 三水资源非常丰富 南京的独居价值如何 而上海和北京和杭州相比又如何 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地产站 发展一个难题 也是难解的问题 多少年来 物具价值 一直没有真正的体现出来 我们南京有确实著名的 全武部 莫筹部 他们都孕育了几百年的创商历史 我们在这边开发了北架湖 它也十七个年头过去了 虽然没有深厚的文化层面 但是它已成了一个新市区的风心 它的独居价值又如何 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一点 面对南京如此好的商区资源 南京的企业家 南京的汉地产见 一直在独居价值方面 没有得到真正的挖掘 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 上海杭州等地的专家学者 来给我们共同探讨 指导 启现南京独居价值的真正价值 待会我们会和他们认真地讨论 聆听他们的指向 所以我再次代表 主办法对他们到来 再次表示终于的感谢 好 谢谢颜总的致辞 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不居价值研考会 我们会请到我们的几位专家 到主席台落座 有请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 副会长顾云昌先生 上海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会 研究中心主任华伟教授 南京大学活动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波教授 浙江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刚英先生 第一原集团董事长 严陆根先生 以及锦宁大厦销售总监徐平先生 请各位按徐卡 徐卡就座 好 你看今天这个架势就是非常轻松的一个 讨论环境 既然是讨论湖居 就不得不问一下 昨天就到了南京 住在百家湖边上的几位专家 对咱百家湖怎么看啊 先请这个 部会长 先把话筒拿起来 告诉我们 昨天晚上有没有在湖边散播 昨天晚上因为吃了晚上有点很黑的 不敢到湖边去 今天刚才我转了一圈 但是好像没走通 那个桥外修 我感觉挺好 这个听到鸟在叫 蝴蝶在飞 两个钓鱼的人尽管没钓到鱼 那感觉还是挺好的 哎呀 我说 在湖边这么舒服 江南的这种气氛 又闻到了家乡的这种空气的味道 心里有一种莫名状的感觉 反正感觉挺好 好像年轻了不少 是吧 谢谢 这个这次这到顾会长 一点也变好 依然很年轻 其实你知道吗 刚才这个 颜总说了 百家湖这个项目 有17年时间了 所以呢 您是昨天晚上感受到这个感觉 这个颜总呢 有17年的经历了 同时呢 在百家湖边上住的很多业主吧 也住了很多年了 我想继续请一下华教授和这个张刚一先生 也打资于昨天这个晚上呼吸 包括今天 您看百家湖的感受 跟咱们大伙说一说好不好 这个各位朋友啊 我是从上海来增加 但是呢 我是从南京去上海的 所谓南京工作 都生活了非常多了非常长的时间 对南京的人文历史 还有我们南京的这个市场格局呢 应该是高度关注的 虽然这么多年呢 回南京少了点 但对南京的市场情况呢 我们还是非常的 轻耐有加 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 前面有很好的资源 前五湖和莫州湖 我们并没有把它价值最大化 但是我来到了百家湖 我看到了希望 我看到了我们整个南京的人物的价值 历史的精神和智能 能够通过一个载体 在百家湖的周边 一步步在孕育 一步步在积聚 既能让我们顾会长 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精神 也能让我们生活的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和谐 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们感觉一切 对未来的憧憬都是美好的 一切的不愉快 都是可以抛开的 所以我们非常的希望 它的价值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研讨 能够尽快地迸发和提升